每天吃一瓜 封闭结巴巴巴 刘雨宁和李怡童合作的古装剧 书卷一梦即将开拍 这部剧改编自于山茶客的小说 是一部女主复仇 男主情深的虐恋剧 咱就是说 没想到刘雨宁还有古装剧呢 上一次的一念光山造型被吐槽 不知道这次古装怎么样啊 虽然合同算是李怡童一方 但制作方搞了个年龄优先的花样 结果刘雨宁被排到了第一位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俩平方了 本来吧 如果这部剧拍好了 对于李怡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提升他的流量和口碑 但是和刘雨宁合作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得不说 在古装圈 刘雨宁游行已经无人能敌 前两年 刘雨宁因为常歌行中的中选世卫 以及说英雄 谁是英雄的风批病交 狠狠圈了一波粉 可惜一念光山里棒向又不得行 据风批姐了解 刘雨宁被靠的公司 是欢剧传媒 而欢剧传媒背后的 欢剧娱乐是上市公司 真正的大资本 最关键这么大的公司 旗下就刘雨宁一个 从网红转型成演员的艺人 全公司的资源就捧他一个 资源能不好吗 而且资本方都挺喜欢他的 觉得他会来世 对此咱只能说 希望资本收手吧 别再审美霸凌 搞属世审美啦 别再审美霸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